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有問必答的環節 提提大家有甚麼問題可以打去204-6566 或是電郵到ASK at BSChannel.com 這一節嘉賓繼續請來Harry台,談談焦點的股份 Harry,你好 你好 Harry,我們就看看之前這段時間都是業績期 上星期五的時間,見到一個公司公佈了業績,就是月海 月海投資公佈業績後,今日股份升超過2% 現在在做11.02 其實業績來說,見到中期順利,不是特別是做得非常漂亮 只是22億而已 馬岸年跌了10% 派息是10先 但同時公佈了消息,就是超過38億2100萬 向控股股東收購公路和水資源的業務 是否相關的消息都令到投資者有一定的衝勁呢 是的,因為這個,如果你計算越海方面來說 今次向母公司購買一些資產行動 其實就是母公司駐資產到270 大家最近經常炒國企改革的其中一項消息來的 今次來說,我看到它規模上,都叫做一些很穩陣的業務 大部分都是一些基建 包括一些有高速公路 有一些污水處理 對於月海投資來說,無論是NAV也好 或者是業務的增長的潛力來說,都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市場的反應都挺大的 特別是,你今天的市況做得不漂亮 它都逆市地升上去 大部分我都覺得是注資多了 你計算它本身的業務 又或者是那份業績上面來說 但是270來說,大家如果真的買下去 你本身都不是看它一個很高速增長的行業 始終它本身,如果你計算它業務上來說 大部分大家所熟悉的 當然是水資源這方面的業務 大部分大家所認識的 當然是一些不同的東江稅那邊 給香港的業務 但是這次就加了一些污水處理 又加了一些公路 我相信對於月海投資來說 特別是大家所認識的背景 就是廣東省市政府的窗口公司來的 香港來的 我想接下來大家都會憧憬 它沒有公司會註多些相關廣東省的基建給它 打造成這間270是一個基建的平台 所以對於前景上來說 大家如果買下去當長線投資 投資故事上來說都挺吸引的 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這次來說,如果你計算作價上來說 又不是貴得那麼厲害 特別是污水處理方面來說 都是一些市場的焦點 你說不是特別煮劇來的業務 都是一些很穩陣 即現金流很充足的業務的話 對於270來的前景上來說 我相信都是一個挺大的幫助 好,我們都看到大行方面 都是看回很相關的注資 摩根大通發表報告說 集團斥資31億向母公司收購兩行資產 反映集團已經確立了投資基建 作為未來的方向 而且收購行動應該陸續有來 提高目標價1乘4 去到14.3 維持跑人大肆的評級 相關的收購資產 股值是吸引的 是2014年的市盈率11至14倍 估計月海投資買入的收費高速公路 以及7個食水項目 可以將到集團2016年的每股盈利提高7% 公司手上有73億現金 應付相關的開支 還有就是南沙的供水項目 以及其他污水項目表現都有改善 所以見到上半年的稅前盈利 按年升了7% 其實算是好過預期 非常之正面的評級 剛才Harry也有說過 其實盈利未來不是一個非常大的焦點 而反而是陸陸續續 有一些沒有公司駐資的項目 你覺得接下來 是不是都會保持相關的公路 還是有機會再去駐資 這個就要看看國企改革的路程 應該的速度會是怎樣 就猜一下 本身 如果你計算月海投資 上次有沒有公司駐資的時間 我想大家都忘記了 很多年前了 所以你說是不是會長期有駐資在這裏呢 市場現在是有這樣的衝勁在這裏 因為我都會覺得既然國企改革的頂層方案已經走出來 地方市政府裏面的窗口公司 很多時候都會被人憧憬 會多些資產駐進去的 今次駐資產的規模上來說 就比起我們想像中想的國企改革是小的 所以我不否認 或者我覺得OK認同 為什麼大行會估計 接下來還有些資產 因為如果你計算月海系來說 它沒有公司就一定不止這些基建項目的 如果你說過多半年之後 再有些注資行為來說 股息就會一直提升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計算月海系來說 最終極的本身的重組方案是怎樣呢 我覺得如果你說用一個基建作為一個平台 月海其實如果你計算它本身有什麼業務呢 有地產有百貨營運有水資源有發電 以及一些酒店的經營 我會覺得如果你說對於月海系 徹底一點的一些所謂的重組 就將物業發展或者百貨營運這些業務 就給回一部公司 然後就拿一筆錢回來 如果用這筆錢去收購另一個基建 整個平台就打造了出來 這個就要進一步 看看管理層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或者方向 但是我會覺得對於2700來說 市場都會有這樣的憧憬在那裡 為什麼呢 譬如摩通這些大項都會猜 它未來還有一些注資行動在貨幣上 但是我這樣說是比較遠一點的看法 未必這麼快會做的 但是短時間內 單憑那幾項收購業務 如果你計算P21至14倍來講 都算是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月海的估值上來講 是有得提升的 Evn今天升了4% 你覺得去現價吸納也是很吸引的嗎 現價來說我覺得可以等一等的 如果你本身購買這個投資股市 很長線地去看 我覺得一兩棍會繼續升上去 上到11個6左右 我覺得會有點壓力 因為都是近幾排的高位來的 所以到那時候你回一回才買 這隻來講 270就不需要這麼急於去買 因為始終它的業務來講 穩定和不得了的 經濟多差都好 香港都是要喝水的 而且我們偉大的組劃 也都會用一個很漂亮的價錢賣給香港的 所以對270來講 一定不會賺錢 所以這間公司來講 你賣的業務是很穩定的 還有接下來的現金樓是很充足的公司 越海系的話 你也說過國企的改革 越海制革 7號8指 現在升高1% 其實這隻股份 會不會有一定的憧憬在這裏呢 這隻來講 我覺得 查過國企改革的憧憬味道比較多 你說是否會選擇這隻 作為一個上市旗艦的平台 未必是 因為如果你計算 它的市值來講 270真的比較大 看看它怎樣做 因為你說市場來講 對於國企改革是無限憧憬的 是否下年越海系 都好像267那些 就是媽媽所有資產注入同一個平台呢 我自己猜 270都是一個基建的平台 可能地產是第二隻 或者其他業務有第二隻 所以大家炒下去國企改革 那個變化可以很大 那個看法在估值上來講 都應該是一個幾不同的看法 如果是越海系的話 要炒就你的首選 都會是270 穩陣的就是270 越海制價的波幅很大 大家也都是 有少少毛尼拉姦去憧憬的 因為它小小的又容易炒 看看大家喜歡買哪類型的股份 越海制價來說 我會覺得是一些 大家在駁一些非業務的東西 純資產轉入 整間公司大變身那種的看法 270就是駁一些 同類資產再有注入結構性增長的故事 如果物業的話 會不會都看回1.2.4 越海制地 如果說1.2.4來講 我覺得 本身 現在 其實大家都會看它 完全是一隻二線的地產股 所以 所以 是不是有機會 我剛才的估計就是 將270那些都放在這裏 是的 所以 要看看管理層怎麼說 這些是純小弟猜測的 所以 越海系來說 當然 你在國企改革的進程 現階段 多些消息的時候 應該有多少東西還 但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270這些穩定穩陣的股份 好 明白 謝謝Harry 你的分析和你做個申報 剛才我們講過的股份 或者相關的紫山清明 有持有嗎 沒有的 待會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別客氣了